欢迎你和我一起泡新闻 前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和前任第二财政部长都斯里胡斯尼 今天被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班迪卡阿明点名 这两人可能在国会泄露了内阁会议资料 违反了出任部长时的保密宣誓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班迪卡指出 任何人在任部长期间 宣誓保密的讯息不能对外泄露 即使当事人已经不再是部长 我曾经成为主席 而为主席我们会认为主席 当我们会认为主席 我们会认为我们不会认为谁 我们能够认为主席 当我们能够认为主席 班迪卡今天是针对三名前内阁部长在国会下议院参与辩论期间触及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课题时发表看法 无论如何 班迪卡强调 国会无法采取行动对付泄露内阁会议机密的前部长 他只能提醒这些前部长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触及官方机密法令和煽动法令 如佛新山敦阿米纳中央医院接连两天发生两宗火患后 卫生部已经下令关闭整栋失火的主建筑物西侧楼 卫生部长都市里苏巴马连医生在敦阿米纳中央医院先后两度失火后 下令院方关闭主建筑物西侧楼以便当局展开全面调查 苏巴马连表示 关闭主建筑物西侧楼需要方便特举承包公司及工程师团队进入 以便检查建筑物结构 电线 设备及生物科学气体等设备 原本在医院主建筑物西侧楼住院的病人将会转移到苏丹伊斯曼医院和博曼医院 私人医院也受诉协助敦阿米纳中央医院收容病人 另一方面 柔佛消防及拯救局否认 医院会失火是因为有手机充电而引发火患 消证局强调真正的招呼原因还在调查中 另一方面 卫生部今天告诉民主行动党区联国会议员刘震东 失火夺走六条人命的新山敦阿米纳中央医院的管理公司Medivest 不会受到终止合约兑付 正常的那些 这种效果的效果是让我们继续的维修 Medivest目前负责管理南马21所政府医院的维修工程 分别是森美兰州六所 马六甲州三所和肉佛州十二所 人民公正党树立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和巫统雪兰儿州联委会主席 丹斯里诺奥马 因为世马月和被污染的问题 爆发了激烈口诀 我希望文池坎仁喀 要不关注给丹斯里的 不要入外域的行为 这些事我已经收到 文池坎仁喀 wore稿人赏的 文池坎仁喀 有利免之位 去和国家都不做 但我没有工作 我会打者 我把他们联合 打者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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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议员部里议长丹斯里班迪卡要求他们坐下的指示 议长最终宣布议会午休 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长都司里罗哈尼指出 经过国家银行协调下 国内40万名残障人士今后可以向一家保险公司购买具有储蓄功能的可负担保险计划 这是第一款专门锁定残障人士的保险计划 罗哈尼今早在国会走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安联保险公司推出的可负担保险计划是一项双赢措施 保险公司不仅可以招来大宝客 同时也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保险保障 罗哈尼透露 国内目前只有安联保险公司愿意为残障人士推出三种每年更新的保险计划 政府将继续与保险公司对话以便为残障人士推出更多具有储蓄功能的保险计划 监督马来西亚罪案组织主席拿都山吉旺 早前社交媒体辱骂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阿布巴卡 今天被控上雪兰儿巴达林地方法庭 山吉旺否认控状 法官批准他以3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被告是被控在9月3号下午1点38分在个人面子书上发表 卡利你是白痴妈的贴文 抵出了1998年多媒体与通讯法令233-1-A条文 并在相关法令233-3条文下被控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对罚款5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一年或两者兼施 意大利中部地区今天凌晨在六个小时内接连发生三起地震 初步报告没有人死亡 但有四个人受重伤 六个人受轻伤 意大利中部地震造成几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坍塌 索性大部分坍塌的建筑物里头都没有人 根据美国地质勘察局报告 第一次地震的强度达到里是5.4级 第二次地震强度达到里是6.1级 第三次地震强度则是里是4.9级 三次地震的时间间隔两个小时 当地居民感受到震撼 马上在雨中冲出屋外避难 距离镇央250公里的南部城市 拿坡里也能感受到余震 受灾地区的一些历史建筑物 经历今年8月的地震后摇摇欲坠 今天凌晨的地震最终震毁了这些历史建筑物 好莱坞演员阿诺斯瓦辛格 又要拍电影了 他将制作和参演中国出资的电影 三星堆莱克 阿诺本月24号更到四川省的三星堆参观 阿诺也受邀担任三星堆文化全球宣传大使 三星堆莱克计划将在2017年开拍 2019年上映 将邀请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伦 和他的团队参与后制 本片投资2亿美元 三星堆文化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范围最大 时间延续最长 文化最为丰富的古城文化遗址 英国体育部长特雷斯·克劳奇 最近在谢菲尔德推荐一项足球运动时 小鹿伸手 绣了这名女部长的足球脚下功力 在结束这节炮新闻以前 一起来看看他的伸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